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今天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呢,这个李莹的事情啊 就李莹的事情,我们一定呢,要持续的关注啊 持续的发声,然后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 这个有一个代表啊,在这个他叫姚敬波 然后呢,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然后呢,就是 提出了他的这个意见啊 然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在3月10号回复了他啊,给他做了书面回复 那么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书面回复啊 这个书面回复还是,信息量挺大的啊 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抓住这个书面回复 所提供的信息,再结合李克强 就是李克强前两天啊,不是也有一个发言 也提到了啊,委婉的提到 他没有明确的说啊,委婉的提到了李莹的案件 那我们要抓住这些信息啊,制造新的这个舆论啊 然后才能更好的推动这个案件啊 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回复这个姚晋波的时候 他这样说,他说非常感谢您对检查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您在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 指出报告中有关江苏封县铁链女案件办理情况的内容较少 对民意的表达不充分 远程旁听的同志记录后 向最高检党组和张军检察长专门做了汇报 您的意见非常重要 大家注意啊 这里边呢,这个措辞啊 就是说,他虽然是引用的这个姚晋波的 但是已经在这里表达出了这是铁链女案件 那么作为一个案件 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然后他们说啊 就是后边就说 这个最高检与各位代表人民群众一样 高度重视啊 怎么,然后我们曾经谈论了什么拐卖人口犯罪等等 这个我就不说了啊 那么然后他说 嗯,收到说啊 要怎么样呢 说要与有关部门形成合力综合整治 对收买不解救,阻碍解救 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坚决依法追诉 从严惩治 就是对铁链女案件 以及还会有其他一些类似案件的有利回应 特别向您报告 我们正在督导江苏检察机关 协同公安机关彻查铁链女案件 啊,这个就已经定性了 它就不再是一个什么虐待妇女儿童呢 什么什么家庭虐待家庭伤害 它就变成了一个刑事犯罪啊 啊,所以要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彻查铁链女案件 近日封县检察院分别以涉嫌拐卖妇女罪虐待罪 依法对该案三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考虑到该案相关事件和证据 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我们没有写入今年的报告中 最高检将进一步加强对该案的跟踪指导 坚决依法从严追诉 从众惩处 案件后续进展情况 我们将及时向您汇报 并向社会公布 看起来两会的代表们提出这样的这个啊 这个 呃 意见啊 那么特别是针对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这样的意见 啊 然后得到了这样的公开的书面的回应 啊 那么这些信息啊 就刚刚这些信息 一个是 不是一个啊 家庭虐待的事件啊 而是一个案件 铁链女案件 啊 然后呢 是要依法追诉 从从严承治啊 要有有力的回应 再有一个是 要督导江苏检察机关 协同公安机关彻查此案 再有一个就是 还会有后续情况 不但要向姚敬松代表汇报 还要向全社会公布 所以前面的那些通报 应该就是要作废了 尤其是江苏省调查组炮制的那个第五次的通报 那就是要作废了 那么我们大家一定呢 要继续发声 继续啊 呼唤 呼喊李扬 继续啊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啊 舆论的作用啊 群众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发出我们的声音 来督促啊 这个国家的这个机关 党政机关 是吧 来督促 公检法啊 让他们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要相信呢 我们要相信一个正常的人 有良知的人 他们都是愿意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尽职尽责的 他们谁没有妻子儿女 是吧 谁没有啊 父母兄弟姐妹 是吧 谁不是一个人呢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呼唤啊 呼唤人性中那些善良的东西 呼唤人性中啊 那些闪光的东西 大家都发声 大家都发声 大家都不忘记 大家不放弃 大家不抛弃 那么李盈就不会被忘记 李盈就不会被放弃 李盈就不会被抛弃 世界就会回到李盈的生活中 李盈就会回到这个世界中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为李盈呐喊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敦促各党政机关 尤其是公检法 让他们去尽职尽责 让他们真正的能够 有利的 有利的依法办案 能够给我们的社会 给我们的人民 是吧 给我们的李盈 一个交代 一个公布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拯救李盈 拯救李盈 就是拯救我们自己 帮助